OLED款Switch亮相之初 本以为是老人投下的重磅炸弹 毕竟天下苦Switch的垃圾屏幕和雷洛的性能就已 等了4年 终于在去年的6月公布了新机型 所以为什么过了大半年才做这期视频呢 那当然是因为没钱啊 当然是因为现在的价格正常 而且不缺货 哈喽大家好 我是钢蛋 我的同事呢 在年前购买了这一台OLED版的Switch 起初呢 他和广大网友一样 认为这玩意儿就是升级了个寂寞 毕竟除了屏幕 性能完全没变 该20帧的还是20帧 该540p的还是540p 不过呢 作为一个打工人 玩掌机模式还是居多的 新机质感和做工上都要好了很多 磨砂塑料的质感可比之前的亮面塑料要好多了 这个类似于Surface的支架 却是比旧款要好用多了 之前那个只有一个角度 而且本身就是可拆卸的设计 所以稳定性是非常堪忧的 新款支架现在支持的是无极调节 而且阻力调教的非常舒服 甚至感觉比我的Surface Go还要顺滑 非得说什么不好的地方 就是这个卡带槽 从之前的缺口变成现在的细商条 反正我觉得是没有之前的好用 而且它好重啊 纸面数据上虽然只重了22克 开箱的时候拿在手上也只是觉得 嗯 确实重了一点 但是这就是累和不累的区别啊 之前的旧款能捧着玩三个小时的哈迪斯布雷 现在玩八方女人都得撑在桌子上玩 然后呢就是旧口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啊 OLED款的Switch它的手柄是升级了 对比之前的话呢 按键手感是更黏的 Switch本体的华为链接呢 也更加稳固了 但是我买的是红蓝配色的 同时买的白色Joker呢 它的摇杆手感就很怪 像是周围有一圈空枪 我不知道这个是个例还是通病 白色的Joker呢 我们这里就只有这一对 不过手柄呢 是一回事 这是升级最大的这个屏幕 我也有一对想要吐槽的 确实 这一块屏幕很鲜艳 也很亮 屏占比的提升带来的沉浸感也更足 但是当我第一次开机的时候 我第一感觉并不是震撼和满足 而是屏闪 尽管实际游戏当中就没有这个感觉了 但是480Hz低频PWM调光 确实是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点 虽然呢 现在差不多我也适应了 但是这就像晕车晕久了 习惯的一样 我还是推荐各位在买之前 先找朋友的机器体验体验 看自己适不适应 如果不适应 就不要勉强自己了 再就是呢 这一块7英寸720P的屏幕 如果说这是为了迁就芯片的性能而做出了妥协 那这个红蓝边是怎么回事 当时我买的时候呢 我以为我买到惨视频了 直到我的同事也买了一台 两台放在一起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虽然说不注意还好 但是只要是黑底白痴的情况下 它就会非常的明显 有一些游戏的菜单界面呢 可以说是重灾区 说真的 自从我注意到这一个问题之后呢 我现在感觉 我不管看什么样的屏幕 都有一种RGB奋迪的感觉 好 那么话说回来 到底要不要买OLED款的Switch呢 更亮更大更鲜艳的屏幕真的是甩出了旧款 不知道多少条街 除了一些极个别的小地方我不太满意之外 整体来讲 我还是很喜欢这一台新机器的 至少相比旧款的Switch 我更愿意拿起它来带去上班了 但是为了这更好的体验 你需要忍受的是 如果你现在正在考虑是不是要入手OLED款的Switch呢 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先去体验一下 如果能接受我以上说的这些缺点 你再考虑花钱也不迟 不过在此之前 我更想聊的是 你真的打算买一台Switch吗 游戏机就是拿来打游戏的 诚然老任的游戏不可置疑的优秀 野锤 野人 密特罗德 都是各顶各的好游戏 不少第三方的游戏也是我的心头号 老任的游戏或者说Switch上的游戏 我最直观的感受在于 这个平台上的游戏玩起来是没有任何的负担 我知道手里有独占 Xbox有XGP PC有最强的性能 但每次醒下来想要玩一会儿游戏的时候 我最让拿起的永远是Switch 玩上一把哈迪斯 在海拉鲁大陆上闲逛 或者就干脆只是欣赏一下极乐Discord彩蛋背景 前些日子的老任直面会上 也公布了不少游戏 3月底的卡比和三角攻略 4月的十三鸡兵和Switch Sport夏季喷射战士山 以及直面会结尾最为重磅 定档9月的异度之刃3 不过我们都知道 今年玩家最期待的游戏 永远都是野锤儿 简单的来讲 今年一年老人都给你安排明白 如果你真心对游戏主机感兴趣的话 Switch在PS5显卡插破格式全面涨价缺货的情况下 不仅海外版的价格全面低于国行 而且供货充足 再加上本来就不贵的价格 现在买一台Switch 绝不是为一个好的时机 炎田先生如是说 让游戏机变成日常中不自觉就打开电源的存在 这是我们最高的目标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 也非常认同这句话表达出的任天堂的理念 但是折服我的并不单单是这句写在书本里的话 而是老任真的把这句话变成了现实 对于一个普通玩家来讲 或者只是对于我吧 我还是愿意为好玩来买单的 好的 感谢你能看到这里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长按点赞给我一个一键三连 你们的关注和支持是我更新下去最大的动力 这里是炒鸡实验室 我们下期再见